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有点像是最近的投资市场 一开始大家拼命往前冲 冲到一半的时候 被吓到了只能停看听 那么后来看到行情一直在涨 忍不住继续在往前跑 没有想到CPI公布之后 很多小白都觉得被旁边的防守者 给无情的涉及了 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 还有机会突围吗 另外来看高通膨的时代 到底会持续多久呢 包括了金融股还有电子股 这一些如何面临 接下来可能是不断生息的 继续的一个环境呢 我们今天都会仔细地来讨论 马上就是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 这边是拼过关区 万宝周刊总编辑 庄总编欢迎 清姨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庆才哥欢迎 清姨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音乐欢迎 清姨好 大家好 策略区科技顾问陈子昂欢迎成顾问 清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电机博士张博士欢迎 清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首先来看 当然现在大家最怕的就是 通膨 通膨 还是通膨 美国这个8月CPI 8.5% 是降到了8.3% 但是大家只看后面 预期是8.1% 所以还是觉得很伤脑筋 当天美国是美股一泄千里 主要来看它整个状况 核心CPI是高达10.6% 因为房租医疗费用还在增加 食品也在增加 因为薪资还是下不来 那么高粮价依然是影响 那么现在来看看 很多的外资怎么来预估 要打击通膨当然要持续的升息 升息比例这边看过来 未来三次应该是三码 两码 两码 那么这个野村升息 这个认为接下来恐怕是四码 因为这一次比预期来得更高 可能要升息升得凶一点 我们看到鲍尔的这个态度 也是非常之鹰派 我想问一下 在这高通膨是非常确认 比预期来得高的时候 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心惊惊惊 本来认为第四季有个短多可以抢 这个时候看到通膨数字出来 资金要不要出场 Yes or No 你看多困难 这一排投资区三种大案 郑賢你是观望 为什么我们做一个观望的一个表示 我记得从之前解大盘的时候 我已经不解上市了 我已经把重心放到上柜了 我跟大家说 上市会受到国际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在三世纪的时候 受到国际资金的影响 股市想要有脱颖而出的表现 并不容易 但是上柜指数 大家都知道 因为这个震灾 昨天这个两年半的大跌 大家知道上柜指数今天跌几点吗 0.1% 这像是废城半导体跌6%的样子吗 很多人说没有感觉 一看大盘跌这么多哪有 所以我认为如果你的资金着重在高全值的半导体的股票的话 你可能感受不到这三世纪会比较沉闷一点 但是资金做到一些比较活泼 或者主要业绩会一个比较成长的一个公司来讲的话 这个三世纪会还蛮甜美的 OK 所以看你选什么股票 清财哥说不用出去 对我们先看上面这一张的股票来看 为什么跟你讲不用去去 322 4221 最高都是这个 就是这个往下 OK 如果说223 这个你就要小心了 如果说这个1224就要小心了 最坏的时间已经过了 所以说大家不用过度担心 当然这一次因为大家原本都预估会8.1 结果算是8.3 所以整个这一个疫情心理破灭 要重新来一次 所以融资维持率给他测到 140以下重新来一次 现在来讲 我也认同这个我们总编讲的 大家的选股来讲很重要 就是说你做多做多 做多或者做空要有策略 你要做多的策略就是什么 下半年业绩会成长 业绩最重要 第二个来讲 我们找了个本益比不倒六倍 我们选那个很安全的股票 然后外资现在来讲是比较平空 我们找到个外资你没有 你杀也杀不到的 这个就是相对安全 这些族群 等一下我会来介绍 另外来讲 我们如果说你要做空的 业绩持续退退 像这个我们讲的货运族群 明年的货贵轮增加7.1% 这个成品增加2% 而且怎么样 塞港本来在长体外面的塞港 100烧 现在剩下多少 10烧 这一些都出来的 所以这一个连我们台化的董事长 最看好行业的人说 明年压力会很大 这个部分法人持股很高的 特别是外资持股很高的 或者说这一些融资也很高 因为这个震荡过程会有一个杀断头 这个部分我们先行避开 所以说在做多的方面来讲 大概股票里面会涨大概有50 50 但是因为会涨会跌的这50%都是全资股 所以指数相对比较不利 但是这个整个操作来讲 找中小型股来做做就对了 OK 中小型股 怎么调我们待会来看 不过赶快来问一下这个硬量 硬量是说 现在其实是 你是现场今天唯一蛮坚定说 资金要先撤出 对 因为我担心就是说 升息持续的情况之下 美元指数应该会持续走强 如果美元指数一直在强的情况之下 外资根本不可能回头 所以这边来讲话 我们继续被当提款机 对 有可能被继续当提款机 所以投资票还是要 我认为就是说 在这一次的美国8月升息 有点 8月通膨数据出来后 有点降不下的味道情况之下 大家稍微先停看听一下 因为我们不是怕说 9月份升息3码 而是说 接下来11月12月 原先预估应该升息的码数 没有那么多 那会不会因为 降不下的情况之下 它又去积极的去 做过度升息的动作 就刚刚讲 3月变成333之类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目前来讲 惯性是有点难改变 那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是我前天印的图 那录影的前一天美股大跌 所以这也下来 下来的情况之下 它惯性没有改变 所以会有点担心说 这个地方会被破了之后 再往下杀一段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大家就去观察 在922升息之后 去观察 鲍尔对于年底升息的一个态度 它如果是继续强硬的升息 以及比市场预期的还要多的话 那股市还有可能再破一个危机 所以那后续还在观察就是说 乌克兰现在的战争状况怎么样 如果说打得不错 那就有机会就有基地股市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可能就是还是以这个为主 所以922之后要观察 鲍尔神息的态度 我觉得比较重要安全一点 OK 好 所以资金先退场 请看厅再观察 好 另外来看这个 在台积电方面 这个礼拜也有一些亮点 张博士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2奈米制程传出来 所以我们之前讨论过GAA 也包括了用这个HighNA EUV的技术 这个应该是台积电 可以继续的技术领先的关键吧 是 我们都知道 其实真正在先进制程上来讲 很重要就是这个曝光机 或者叫做光刻机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 这个EUV的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首先先看一下台积电 3奈米 2奈米的这个布局来看 我想这个我之前节目 大家都有看过 那在3奈米的这个部分来讲 还是所谓FinPad的一个架构 那在2奈米的时候是所谓GAA 但是台积电把它叫做一层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这个是在今年下半年 3奈米的这个部分 会开始进行量产 那大概在2024年 2025年的时候 2奈米的这个部分 会是这样的一个 2奈米的量产的这个部分 那台积呢基本上来讲 在3奈米主要都在南科厂 那2奈米的部分 就是在新竹的这个 宝山基地的这个部分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先进的 制程布局的一个 简单的说明 那最重要的一台设备 就是EUV 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EUV其实里面 我们把它简单讲 就是它也有所谓 比较先进的款式 那目前呢 我们其实从这个图 如果我今天换EUV来做的话 中国现在不能用的 对这是中国现在不能用的 那这个就是它 目前取不到的部分 那目前台积现在在做的 包括5奈米的部分 或者接下来更先进的制程 我们一般俗称都叫EUV 那它其实呢 还有更先进的款式 这里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所谓NA值不一样 那什么叫做NA值 其实在光学 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曝光机 或者是光科机 我们叫光学系统里面 我今天可以收集 这个光线的这个角度范围 如果越大 我们就说NA值比较高 那如果比较小 我就说NA值比较小 那NA值中文的翻译叫做 素质孔径 素质孔径 这个比较专业的名词 那HIGH当然就是高的意思 越高越好 对 当然我是越高越好的 那从这边来看来讲 我们一样可以看到说 目前现在台积在用的 所谓0.33 比较算是 现在目前在用的EUV 大概到2奈米的时候 都可以 还可以 其实 这个一般的EUV 再往下也还可以 只是这时候 我的量率就变差了 因为我要 这个指的是我的复杂度 我在做这个制程的复杂度 我还是可以做到 只是相对比较复杂 量率会比较低 所以这时候 如果适时的在这个时间 导入这个 HIGH NA的EUV进来 它就可以有效的降低 它制程的复杂度 所以台积现在这个也有了 对不对 台积电其实已经向ASMO下单 下单 0.55的NA这一款 对 其实包括台积 Intel 还有三星 其实大家都请尽全力 要去下这个单 ASMO也其实也很聪明 从最早 一台是3亿美金 现在变4亿美金 OK 对 然后这几家都有吗 大家都下单 下单 还没有 还没有 为什么我们从这个量产的 时程表来看 这个它其实一样是 ASMO这边所提供出来的 我们这边可以来看 这是时程表的这个部分 上面的这一段指的 就是目前现在的EUV 目前现在的EUV 当然它有几种不同的type 我有NXE 340C 3600 3800 等等这些不同的款式 当然我的这个 越先进的款式 我们可以简单看这个数字 就是WPH 指的就是我每小时 我可以做多少片出来 当然数字越高越好 所以像这个来讲 大概都是在3600的时候 每小时大概160片而已 3800或者更高等级 就是每小时可以有200片以上 那在新款的这个EUV的部分来讲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的这个 这个每小时可以到220片 那跟现在目前现在的主流 大概目前现在EUV的主流 大概每小时160片 到180片 我的产量就比较 就可以比较高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高NA值的 高速值孔径的这个EUV 它可以做的相对体积 面积更小 那我的密度就可以更高 这个是它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所以接下来这个星星市城的时候 在2025年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是 我们可以就来帮大家找一下历史 这个现在刚好 这个苹果星际已经发布了 我们其实三星在16奈米的时候 就被台积电打败了 也没有接到苹果的单了 对 真正关键转折点是在这里 iPhone 6 对 iPhone 6的时候 它交给台积电代工 可是其实在这件事情 在2010年的时候 当时的采购副总裁 其实就已经有来拜绑张忠某 因为他希望台积电 有没有可能做苹果的第二家代工厂 那在当时其实就已经有开始谈 所以是iPhone 6 这6s是关键 三星和台积电都在代工 对 这里更好玩的地方 因为其实当时苹果的概念是 我每年 我今年交给三星做 接下来明年我就给台积电做 轮流 两边竞争比一比 对 来比那同时我还可以杀你的价格 对 所以本来在A8的时候 在2014的iPhone 6的时候 其实是给台积电代工 那在2015年的时候 6s的时候 其实照道理 那那时候是14奈米 照道理要顶三星 感觉是超前 我们能做台积是做16奈米 是 可是你可以看一段事情就是 在这里 三星从28奈米直接跳到14奈米 他那时候就说 因为他的单倍台积电强 他就想要超车 那想要超车他就说 那我跳过20奈米 我直接做14奈米 比你台积电还要强 可是他交给三星代工之后 做出来 结果评价不好 就有人说 怎么感觉效率没有所宣称的这么好 那这时候 苹果 那这时候就把一部分的单 交给台积电代工 那所以在iPhone 6s的时候是 两家代工厂都有 那结果又不小心被人家撤出来 因为照道理来讲 大家都知道14奈米应该比较强 效能应该比较好 结果没有想到 反而输给16奈米台积电做的口碑 跟效能 结果从这个时候开始 所有的晶片 所以7以后都是台积电的 对 到现在都是台积电这边 所以我就说iPhone 7以后都比较好用 原来就是这样 现在懂了 而且效能而且省电 这个其实有差 OK 好 台积电三星奈米之争 现在很多人讨论说 其实现在整个电动车 成熟制程就够用了 手机的效能也很够 接下来的决赛点到底在哪里 好 其实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 车子 如果以车子车用晶片来看的话 如果你用传统的车子 当然如果你只是说 车用的音响 影音效果或者是倒车 或者是一般车子的一个 侦测系统 这个当然用成熟制程的晶片就可以 可是请你这边也不要忘记 我们现在大家 接下来大家在讲 未来车子的主流是什么 自驾车 自驾车 自驾车来讲 我当然就需要更强性能的 这样的一个晶片 像譬如说特斯拉 有开发D1的这样的一个晶片 它每秒钟可以执行 365个兆次的敷电运算 这个运算效能非常非常的强 而且它是采用台积电的 7奈米的制程 当然随着台积的制程越来越进步 接下来它可能就是采用 5奈米 3奈米这样的先进制程 所以如果说一般基本的功能 当然成熟制程就可以 可是你需要越先进的 就以后的自驾车 关键还在先进制程 自驾车当然还是在先进制程 而且先进制程还有一个好处 大家想的可能都是性能越来越强 对 先进制程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我越来越省电 我应用在车子里面 省电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 对 所以接下来是先进制程来决定 所以这还是台积电的天下 你的意思是这样 大概这几年还是这个样子 OK 谢谢张博士 成功我们一起来看 那么当然半导体的整个高阶制程 美国很担心中国 禁令一道一道12道金牌 现在最新又来了 包括硬材柯雷柯林的14奈米 以下的先进制程的晶片 到中国都是被限制的 另外还有AI晶片的销售范围 本来是个别公司 现在是慢慢地扩大相关产业 这里面当然包括台积电也会受影响 因为这些都是台积电的客户 大家被限制 台积电订单也会流失 怎么观察 好 首先我们看最重要 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 台湾真的影响比较大 是14奈米 为什么我说对台湾 整体的影响比较大 我们看 这个指的是全球晶圆制造的产能 所谓的产能包含了晶圆代工 包含了IDM 包含了记忆体 台湾在2020年以前 我们是世界第一 好 可是看后面这三年 21 22 23 中国大陆 中国的产能 急剧增加 超越了台湾跟韩国 真的 好 所以台湾本来是世界第一的产能 我们本来是全世界20% 然后现在中国的产能 急速增加 那么来看这个产能 冲击到我们的是哪里 如果说这个产能是先进制成 那就是影响台积电 如果这产能是成熟制成 那可能就影响了联电等等的 所以我们看美国寄出了什么禁令 他要求刚刚讲的柯磊 柯磊 还有硬材 他们14奈米以下的制成设备 不准卖到中国 我们知道川普 越管越宽 川普要求的是10奈米 到了拜登竟然要求是14奈米 好 那不管10奈米还是14奈米 它影响到的是中国的先进制成 那么来看影响到哪里 他要求这14奈米是针对金元代工厂 那中国最大的就是中芯 不要忘了台积电在南京厂也有 所以也会影响到台积电南京厂 那他目前是针对金元代工 并没有针对记忆体厂 中国最大的记忆体厂 像Fresh是长江储存 D-Ren是长心储存 可是不要忘了 三星跟海力士在中国的投资很大 所以我们也在观察 美国的14奈米的禁令 会不会扩大到记忆体厂 看这个速度感觉有可能 如果是的话 那对台湾的记忆体厂商反而是利多 反而是利多 反而是利多 那当然这是美国要求自己的美商 他也要求河南厂商 就是ASMO跟NICOL 也不要卖14奈米的设备 那这件事其实对台积电影响还好 对中芯国际影响最大 因为中芯它已经开始量产14奈米了 当它没有这个设备的时候 那中芯国际就没办法往下走 OK 所以这里面冲击最大的是 好 那我们来看 冲击最大的是 我们预估到2025年 先进制程 因为所谓先进制程 指的是20奈米以下的 叫先进制程 因为中国买不到10奈米跟14奈米的 所以它的到了2025年 它的比例还是只有一% 那台湾还是维持70% 这是预估2025年的 对 预估2025 所以做先进制程的台积电 不用担心 但反观做成熟制程 成熟制程指的是20奈米以上的 中国它的比重 在2025年比重会从百分之十几 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七 台湾会降到百分之四十三 所以你可以发觉 它刚刚爆增的产能 都会聚焦在成熟制程 就会影响到我们台湾 做成熟制程那几家业者 像联电利基电 跟世界先进这几家 所以成熟制程这边 那新技术一直被逼迫 有没有把人家逼出 人家这个绝地大反攻 我觉得10奈米跟14奈米的设备 没有那么容易突破 因为它对良率的要求 特别重要 所以不用 先进制程不用太担心 反正是成熟制程要担心 对 那像你刚刚也提到 说美国的AI晶片 对 美国为什么要进AI晶片 它一定有它的故事在 刚刚我们说手机 因为华为的子宫叫海斯 它要求台积电 不可以帮海斯代工 所以美国的战略都有一个逻辑在 那么来看它为什么要进AI晶片 最主要就是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 中国现在有个叫做东数西算 对 它要阻挡它 所以说美国目的是要阻止它的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进入5G时代 所以未来15到20年会是云端运算的时代 而全世界在做云端只有两个选择 你要么用美国的解决方案 要么用中国的 没了 全世界你就只能美中选一个 好 所以从美国的角度 它当然要压抑中国的云端运算 简单讲就是数据中心 尤其中国在今年2月提出了一个叫东数西算 什么意思 东数西算 把东边的数据 因为东边是开发的比较快 最繁华的地方 对 所以它的大数据比较多 算到西边来算 对 因为西边的数据中心是比较是闲置的 你看你把数据传过来几秒钟 运算一两个小时再传回去 整个就结束了 不到半天就结束了 而且它每一年会投资4000亿人民币 所以本来谈数据中心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需求市场 可是中国未来每年 要看到中国追起来了 对 美国就担心 尤其它这个数据中心 万一拿来做军事用途 很多机密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知道美国 刚刚8月底 刚刚限制NVIDIA的两款AI晶片 A100跟H100 这是AI的GPU 不准卖给中国 限制到这两个最敏感 中国和俄罗斯 就这两个 对 更好玩的是 因为这会冲击到NVIDIA跟AMD 所以是8月31 所以最新的消息 它暂缓实施 一个是缓半年 也就是说到明年3月1号 美国客户还是可以买到A100 对 然后暂缓一年 也就是说NVIDIA的香港 一样是可以卖 因为对NVIDIA跟AMD 冲击太大了 对 好 半年一年 对 可是刚刚是针对AI的GPU 其实对台湾冲击 因为这两家是台阶电的客户 所以会冲击到台湾 其实冲击层面更大的是 Server Server 因为台湾的Server 占全身的占有率 高达百分之80.6 那你数据中心 最重要就是Server 做Server的有伟创 音乐达 神达跟鸿海 我们是世界第一 那这些Server 是用在数据中心 而这些Server 都要用到AI的GPU 万一美国的禁令 扩大到Server 就是像Dale HPE跟美商超微 那就会影响到 我们台湾的几家代工厂 所以意思说 接下来如果投资面 有在这些部分公司的人 要注意了 对 哪天一道命令下来 我已经觉得股票怎么 又突然被打趴了 那当然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9月号外交部 也给了强硬的回应 那当然外交部 为什么会给强硬的回应 因为中国买不到AI的GPU 就会限制了 整个中国资料中心的建设 当然也阻碍了中国 AI技术的发展 但是我们都知道 最近这五年 中国股市最热门的 就是AI晶片 像韩武器等等的 所以这个可能也会触动 中国大力发展AI晶片 那对台湾的这些影响呢 好 对台湾 因为台湾畢竟在AI晶片这一部分 还没有很明显的推出 还没有很明显 那对台湾影响最大的 不是AI晶片 有影响了台积电 因为它当NVIDIA 订单流失 对对对 怕订单有流失 第二 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伺服器 伺服器也流失 因为我们这些厂商 都是做伺服器 我们又是世界第一大 对 那这些订单如果流失的话 对我们这些电子股 影响也会比较大 但是有个 福音 就是它如果是打 14奈米的设备 台积电就站稳了先进制程 OK 但是这些产能 全部会冲击到成熟制程 这利多利恐 所以刚才会负文 举出资金不用撤出 没有 订单到流失了 刚刚张博士 他是整了整体观 整体的 我刚也是讲整体的 可是这个谈的是细节 细项 个别的公司 所以现在选股很重要 是选股很重要 谢谢陈副文 好 我们就来看 大家就发现 这个八百营收公布之后 有一些猫腻 正前我们一起来看 发现其实这个 IC的部分营收 没有创新高 设备股却是在涨 这个要怎么解读 刚刚又说你看看 后有追兵压力很大 从我20年前开始 当研究员开始 20以前 每次在营收创新高的公司 台湾知道是IC为主 光IC设计的公司 少折10家 动折二三十家 常常有的是 新年八月 上昊成史上最好的八月 结果IC设计 只有两家公司 已经都创新高 而且这两家公司的 知名度非常的小 其实产品都在转型当中 其实并不是一个 指标性的公司 为什么 消化库存 这些库存真的要开始消化了 但是我们看到什么 整个IC组织 创新高的还非常多 从金人代工开始 双雄都创了新高 然后封测的新拳 自己也创了新高 一直到下游 金测等等都创了新高 那到底猫腻在哪 怎么会上游一直创新高 上游 我还没有 上游没有创新高 中下游很好 别忘了 因为 替研效果 我下的单 不能取消 所以我已经下单了 但是我现在的确没有 接到新的订单了 所以在这一个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台积电跟联电 虽然八百元都在创新高 可是我看 有一些小模的报告 为什么对于双雄 或台积电会觉得有点担心 因为他们看到了 第四季 可能金元代工 会出现双杀的局面 什么叫双杀 就是产能利用率也下降 报价也下滑 这件事情其实过去 已经发生在航运股身上了 在警惕循环股 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所以我们说 我认为三世纪 不是投资代工 跟代工下游的时间 那要投资谁呢 大家知道 其实现在反而是一些落后指标 它的营收好得不得了 甚至获利也好得不得了 我们看到 扩厂建厂所需要的 包括刚刚提到的 设备股 这么贵的设备 跟台湾有关系吗 有 例如像台湾的金顶 就是在帮它代工部分的parts 所以你看到 这些跟 这些美国的设备 结合的公司 它的营收非常的好 第二是什么 跟建厂相关的 不管是汉唐 不管是亚翔 或者是任何一个 在送过台积电 连电等等 得到建厂订单的人 他们在未来的三年的订单 目前都是蛮宅的 所以可以可想而知 我认为在三世纪 半导体的业子 从这个资金测出来以后 可能会往这些跑 这些的特色是什么 第一他们本益比低 第二他们位置也不高 所以在这个时候 投资半导体业的 到第四季 可能逻辑要稍微变一下 我们待会回头来看 这个时候 刚刚看到一些结构在变化了 投资策略怎么拟定 马上回来 ensation 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词曲 李宗盛